记者张存归台东报道 财政部统一发票杯露炮活动今天在台东森林公园登场 吸引五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共襄胜举 大家捐出发票做爱心 也一起跑出健康 财政部次长苏建荣指出 统一发票杯露炮赛今年迈入第九年 台东县活动是今年的第一场次 也是累积下来的第38场 他进一步说明举办统一发票杯露炮赛 除了运动减身 也希望消费者购物时多多索取统一发票 因为包括营锁税、营业税等税收对国家建设有很大的帮助 一年约可达8,650亿元 此外,参与露炮民众捐出发票报名 台东厂约可募集到1.5万张发票 全部捐给在地弱势团体 这场路跑由财政部及第一金控主办 南区国税局 第一金人寿承办 上午7时30分在副县长陈金虎、立委刘赵豪、议长饶庆灵等名枪起跑后 5000位选手依序出发 体验三公里路程乐趣 现场还有行动支付体验、树苗发送及捐赠云端 发票等多项活动 热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